世界卫生大会5月27号将在瑞士日内瓦登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连续四年公开声明支持台湾参加 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也希望能够支持我们台湾能够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感谢美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强劲支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号声明 美国强烈建议世卫恢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的WHA 台湾公为出类拔萃的能力和方法能为世卫大会带来重大价值 要落实WHO人人有健康的宗旨 邀请台湾观察WHA是最关键的重要一步 这是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连续三日接力表态支持台湾国际参与 周一亚太副助卿兰默克 谴责中共错误权势联合国2758号决议 呼吁国际共同抵制 我想是有它重大意义 在提醒所有的全世界的国家 留意就是台湾在联合国体系并没有人代表 所以我们的权益是被忽略的 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27号召开 台湾至今还没有收到邀请函 但今年WHO预计通过大流行协议 这是疫后全球因应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最新努力 台湾也希望争取能以经济或卫生实体参与缔约 新台人也在电视 持千里庄之轩 台湾台北报道